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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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濕得很重要 那它洗衣機漏水 覺得它不像 有時洗衣機那裡 渠濕了漏水 都會濕 到處都是 好 好像是原本水喉 好像你沒有裝修過 沒有 沒有裝修過 原裝水喉 現在看看 現在的水泥是多少 是50個PSI 現在的水壓 是50個PSI 那一會和你 谷幅就會是 谷到100個PSI 谷到100之後 看看它隔10分鐘 跌不跌 如果隔10分鐘都不跌的 那就應該就沒有漏水 如果隔10分鐘跌的話 就要看看你是冷水流 還是熱水流 整個這樣 這個單位 起樓的時候 已經是銅喉 銅喉 銅喉都在地上 這樣呢 現在就要脫開銅喉 那便 谷幅試一試 看看是否銅喉 漏水 那 為何不脫這裏呢 這個位置是不能脫的 如果脫這裏 要被別人告 我唯有這裏 先關水盒 先關水盒 你家的水盒 開了龍頭 先燉一燉水 開了一個洗碗盆水盒 先關水盒 然後先關火 你把水盒關上 好 水盒時就回佈到 水盒已經徹立好了 有朋友問 其實 不用吸管喉 隔離剪下水盒 剪下水盒 但水盒 有9.5G 手指不結 所以如果在里面谷水 这个就生不直的 有点水就会谷回头 现在100个psi 打多一点 这个时候可以看看里面的水有没有漏水 看看厕所龙体有没有漏水 如果厕所龙体有漏水 那锅绑下去当然会跌的 看看这些制 那些有没有漏水出来 sale 看浓厚 這裏有很多水痕 應該是這個盆 這個盆邊或盆底漏水 這裏這麼吵架,濕了水也沒人理會 樓上漏下來 試過 有機會樓上漏下來 上面是 樓上漏下來,這裏已經濕了 很濕,乾的 不用一會 已經跌了幾十 一定是水流漏水 現在冷水流還是熱水流 要先把煤氣露 燒進去 煎湯 煎湯 放進去 包括煎湯 煤气炉普通人能搞不搞呢 涉及煤气炉是绝对不能搞的 涉及泥水和工水枯色地大 没说搞得也没说不能搞 现在把煤气炉进水的地方封了 现在只是测试冷水 8一再试过 记录现在是几点 记录现在是11点10分 都是重复那些东西 看看自己做的地方有没有流水 同学的表面有没有流水 因为表面有流水 入墙也不用砌 正好弄这个地方有没有流水 看看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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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流水 如果装到洞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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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 跌了少少就不是漏水 正常谷完磅 因为喉是有气的 它会跌少少 如果跌那么少 就应该是冷水没有漏水 现在证实是热水漏水 热水漏水可以偷偷做热水喉 现在可以收档 还用些东西 腌肉 鸡肉 准备 热水 鸡肉 好,最重要是看看自己弄到这里有没有喉水 好,再开水了,看看涂质有没有漏水 烤锅不能用,先关键 关键,关键,把热锅关掉,放开 这个锅我关键了,可以不继续找我,找另一个水口人, 先拿一把锅给你 我一直找 那麽如果 蒸濕熱水不可以 就在這裏 做頭蓋這裏 碰回龍頭就算了 即是現在怎麽開都不會動到熱水喉 已經側了 兩邊都側了 留意一個星期後 看一兩個星期 看地是否爽不爽 好嗎 你開龍頭最好就向右手邊開 就不要在中間開 如果在中間開 那些凍水那裏經過龍頭 召回去就會往火上去 那邊都是 所有冷水龍頭都是 在這邊開 熱水那邊就不要在一起有水尾 試完兩星期看看地是否乾 好嗎 現在先吸開爐 OK